對於亂問人家薪水是很沒有禮貌的行為 某君剛進來的時候也有問我薪水多少 某君哥你也問過薪水 我都要開出來薪水很低耶 書姐開多少給你啊 欸某君哥 某君你現在薪水多少啊 欸某君哥 某君你幹嘛 你就偷偷跟我講你薪水多少嘛 我絕對不會跟你們講的 你不 我現在還好吧 某君哥 某君哥 哦 某君哥 某君你煩不煩啊 哦呦 某君哥 你告訴我薪水多少嘛 你知道人家快畢業了啊 然後呢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你薪水有多少 那我就可以參考人家了 你真的想知道 嘿嘿嘿 人家帥啊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反正薪水就是不能亂問 講一下嘛 你真的很煩耶 反正啊如果你亂問人家薪水 薪水少的人要知道人家薪水比他多 他心裡就會不平衡 所以亂問人家薪水是很沒有禮貌的行為 這樣懂不懂 哦 哦 哎唷 我們家的徐某君長大了耶 對耶 某君剛進來的時候也有問我薪水多少 但被一毫哥 真不愧是徐某君耶 某君哥你也問過薪水哦 何止問過薪水耶 他還把自己薪水多少都告訴我們呢 好 一毫哥你幹嘛這種事情還講出來啦 厲害耶徐某君 不該犯的你全都犯了 那個時候比較不懂事嘛 算了啦 啊 既然哥姐都在這裡 那我是不是問一下你們好了 你想問什麼 是這樣哦 朱姐之前問我說要不要畢業之後轉正職 我覺得他開出來薪水很低耶 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這數字很大 你那麼菜 朱姐當然不會很開高給你啊 對啊 而且出社會第一份工作本來薪水就比較低啊 是嗎 可是我朋友問的都比我高耶 你這隻標準的菜鳥心態 菜鳥啊就比想比薪水 薪水是永遠比不完的OK 況且根本還沒有出社會啊 你怎麼知道自己值多少錢啊 你不要再高顧你自己了好不好 邱志恒 是嗎 我真的覺得有點低耶 蘇姐開多少給你啊 媽的朱莉 開給邱志恒的薪水居然比我高 哈哈哈哈哈 秋志恒 等一下幫我把這些數據全部KLxL給我啊 哦好 不對了 還有這些 這個 還有這些 沒有做完以前不准下班 我就不幸雜事這麼多 你還會想給我轉正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